何女士的房子在绍兴圆龙城 今年房子交付后 她打算买一个车位 就联系了售楼处的工作人员 她说这张车位图是工作人员提供的 这张图中的彩条位置是她家所在的楼 然后就联系她过来看车位 然后当时的时候她给了一张纸 阴影部分是已经卖光了的 购买部分是还可以选的 红色点的部分是已经有人买走了的 车位的价格是28万 最终何女士买了564号车位 从图上看这个车位就在红点车位附近 不过实际上中间隔了一堵墙 何女士说最近她发现 当初打红点的车位又可以销售了 10月30号上午他们又开了一批车位 那批车位是当初她销售给我看的 那批已经卖走的车位 就相当于说她当初给我看的 那张纸上的已经卖出的车位 其实是没有买走的 那当时为什么找了红点呢 她说已经有的买走了 现在为什么没有红点了呢 她有好几种理由 我都不知道她哪一种理由是对的 她说是因为 这边还有几庄楼没有卖掉 如果把好一点的车位都买走的话 这个房子就卖不掉了 还说各种各种别的理由 我都不知道她哪说的哪种理由是正确的了 何女士认为如果自己当时能够挑选离家更近的车位 就不用像现在这样绕过墙体了 她希望能够和开发商协商更换车位 找到绍兴远龙城小区售楼处 跟何女士对接的销售主管不在 记者电话联系了对方 随后记者联系了开发商 绍兴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建议还是联系那位赵主管 因为一直没有接到远龙城开发商方面 就这件事的反馈 后来记者又再次和销售主管 进行了高通 是这样子 有几个车位的话 当时的话 你公司跟我们说可能有问题 墙体什么的 所以的话我们是暂时不卖的 就是因为怕到时候卖出去了 客户一看 然后的话有墙体阻碍他的车位 他是有这种不良风险 我跟他说的是 现在我们能挑的是空的这几个 那些我没有说不能买 也没有说不能挑 我说你如果是现在这个时间段买的话 你选的车位就是你现在能看到 那有没有告诉他当时打红点什么意思 打红点的他也没问我吧 我今天当时就没有问 因为当时他问我哪些车位可以选 我说我把费号就报给他了嘛 几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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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买的 中间哪怕不搁这堵墙 他也是一样的走到他的10号楼上面的 因为他这10号楼的位置 我们中间又没有过道给他走 你又不能从人家那个车部里面踏过去的 目前何女士也把相关情况反映到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18欧横剑记者报道